每一天 早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意味着勤奋 拼搏 意味着辛苦 但有希望 可是有一个地方 你来得越早 则意味着越痛苦 这儿 就是医院 我爱人 他也是就直肠癌复发的 他自己可能心里也轻了 他也不想治了 他去别的医院去看 那是没现在这么严重的时候 人家也不收我们了 就说他 你这没有必要治了 他觉得你别把 那个钱都花在我身上了 就是疼你俩孩子嘛 所以他就不想治 他这事儿 孩子们的心里也难受 你搞过过你今天高考 他爸要不做这手术 他都没行得高考 这是我们家这个 给我一个叔叔父的死 别让我受罪 我不是那么恨人 你给我弄点安眠药 我一吃完了第二天 开安眠药 我都给他藏起了两分 那不考虑家里人干什么 我考虑家里人 我也得死 不要我拖累他们 曾经觉得死了 比活着好的目凤起 想在2018年再复诊一次 有数工作满满 有数工作满满 人已有了病 患者和医生 必须选择相互信任 也许只有几分钟 你也得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今天对于手钢医院的院长 顾静来说 他也在等 他在等自己 等自己做那个 不太容易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要在三天后 给两个年轻女孩做手术 这两个女孩 一个24岁 一个22岁 她们得的都是 直肠癌合病 多发结肠息肉 是个家族性恶极 一个月前 她们分别被外地医院 拒绝治疗 让她们放弃回家 你也看到了 她今年才22岁 她没有结婚 要不然小朋友 外边坐一会儿 我们商量商量 好吗 好 这个女孩 就是22岁的 被拍摄者之一 孙玉 跟着她来的是她的姨父 她等到没法忘下说 让她出去的时候 她就觉得太严重了 所以我干脆让她先出去吧 这样让她慢慢地 去接受这件事 在这种长期的 这样空变不好的情况下 还要改回来呢 肯定是先保 你也不保 对 同样是22岁 几年前 顾静在微博里 还写过这样一个女孩 情况是那么地相似 不过 这个故事 顾静一般不愿意再提起 22岁的女孩 她就是一个直肠癌 跟肛门很近 当时做手术呢 给她保了肛 她一年她就复发了 再复发的话呢 卵巢也受转移了 所以再做手术 就得卵巢也切掉 肛门也要切掉 作为一个22岁的女孩子 一切都刚刚开始 如果说明知道 就是治不好 她还要受很多罪 其实我不建议你 再治了 建议你回家 这个太残酷了 后来这个孩子 就决定说不做了 送了一个小熊 她就拿着那小熊 头来走呢 明知道她治不好了 你还给不给她治 这个是让我们 经常遇到的问题 刚肠外科癌症 以麻烦和痛苦程度 在各类癌症中 名列前茅 而顾静就是给病人 带来一丝希望的那个人 虽然已经是院长 顾静每周 还要保持三天的 门诊频率 顾静说话很干脆 短时 高效 争分夺秒 你这肠子里长的东西 长的东西 咱得把这东西得去掉 这人的肠子是这样的 这都去掉 这得去多少 右半截肠去掉 这哪做的手术啊 他在我们老家中处 病人是谁啊 是你自己啊 别再画了 你这画能受得着吗 修议修议 他现在怎么了 就是疼啊 疼 不能改变 你这人得过来 我得看看 他到底什么情况 确定就是一个直障碍 是直障碍 那我现在在吃中药 什么片也不用 你甭看了 甭看了 不提倡的 什么都不吃 就是这块能不能把它完全切掉 对而困难你这个手术 我觉得你现在先过完节吧 休息休息吧 你这么着急化疗 有个病人来了 我说你看我这这么忙 你又没什么事 你赶紧回家吧 你别给我添乱了 行不行 你赶紧走吧 他就非常高兴地就走了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 你得把他当正常人了 胃癌能够活过五年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肠癌的病人 现在很明确的 一半的人能活过五年 再见孙玉是在门诊三天以后 他很幸运排到了床位 也很巧 和二十四岁的山西姑娘 魏晨就一强之隔 两个家庭 两个女孩的命运 因为直肠癌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他现在啊 就是镜子坐不过去 过不去 但是从CT上看 上面也有问题 也有问题 他就不切上去保钢 如果不保钢 可能就会 切干净是第一位的 这个 对 保钢呢 是第二位的 是不是有点害怕不害怕 有点害怕 行 我不跟你 握握手 握握手 别害怕 医学本身是有温度的 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 如果冷冰冰的就关心它开刀 就关心它吃药 就关心它的病 因为我们都有孩子 我们都知道孩子 都喜欢 都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必须做出选择 病房住着两个女孩 一个22岁 另一个24岁 我国外科太斗 秋发祖老先生说过 如果我们根治了肿瘤 你就坐上了皇位 如果还保钢了 你就戴上了一顶皇冠 妈妈承春艳 守着未尘在病房 已经快十天了 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 能给孩子的 更多是陪伴 哪怕只是中午出去走走 哪怕外面是北京 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 好像手 只要抓着孩子 它就会平安 给你吃一个饺子 一顿午饭 看着简单 但对于癌症病人来说 背后都有你想象不到的故事 吃得快点 容易凉 来吧 这么长时间 先别在一块吃饭了 这回姑娘儿子都回来了 周末这一家人 能在一起吃顿饭 看似很简单 但五十天以前 顶梁柱目凤起 还是全家的定时炸弹 我还是先给你加 像我们二十天没吃饭 后来 就是 馋 什么都想吃 就是它吃着的 它有时候干干净净的 坐着吃顿饭 它怕它自己有味儿 影响我们食欲 特别味儿 腐肉的味儿啊 恶臭的味儿啊那种 沐凤起2013年 第一次直肠癌手术后出现复发 到2017年出现转移和感染 不仅癌症病灶扩散 而且肛门口长起足球大的肿瘤 我妈也经常晚上会跟我哭 因为我妈也不想跟我爸哭 就影响她情绪 跟我 找我哭 难受的都能在屋里叫了 然后我们在外面 今天特别难受 然后我妈哭得特别厉害 然后她就躲在一个 我妈和在我们三个 躲在一个屋里哭 然后我妈在那儿躲在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们今天 也特别难受 哟 行了 傻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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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抛弃不放弃 是士兵突击里的台词 但真放到病人家里 癌症这部没完没了的多目剧 侵蚀着家中每一个成员的心 老爷子啊你当年 然后我媳妇还不能以谁老爷子 我心里说你可不叫老爷子吗 您都这样 别人也不给治 就是这男平常不说的时候 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一想起来 就是感觉上挺不容易的 他过生日那天 我去的手术室呢 你看这个太有意义了 给你爸一道 我当时跟顾院长说 我说您这是我最后一站了 我说如果说您要说不行的话 我说我就 实在是切除的太多了 那个盘子得有这么大 因为它两个手拖着嘛 这个东西得有这么大 而且还鼓出来了 我那时候94斤 再抛一七斤呢 玩入80多斤了 人好多了 家就像样了 世子才能继续 沐凤起的女儿 他托我们给顾大夫 带一件礼物 一封信 小世界的天塌了 转艳 巨致 周周转转三五年 我也第一次体验到了 一丝绝望的气味 今年高考了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自己当个医生 还揣着与您共同的信仰 真诚地感谢您的善觉 今天收到了病人 女儿的来信 她父亲是我做的手术 她也做了一个决定 报考医学院 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 依此影响到病人的孩子 愿意学医 感到欣慰 祝她一切顺利 莫凤起一家的幸运 会拷贝复制到魏晨和孙玉身上吗 不想给对方鼓励 但是你们俩是隔壁房间是吗 对 有人 有人欠缘相会 对 为什么要拍这个呀 搞得我有点小引药呢 我想看你美美的自财照 她美吗 美啊 特别漂亮 我都很好看 算没有看我们太好看了 手比我手白一样 我的手比你肉是真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打开动的材质 真的吗 对 太吓人了 看造化了 我们要相信古代夫 相信古代夫 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要一起加油 加油 两个年轻人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家长再三强调的宝刚的意义 此外 对于其中的魏晨来说 还有她不知道的是 我家是转移的那个杆上的 你也不知道我刚告她 一天以后 顾静就要给两个女孩做手术了 和往常一样 身兼数值的顾静 大刀 每一台手术的时间 其实都是她尽一切可能 挤出来的 你稍微顶一下 对对对 太好了 电精大一点 100 你真让我这边测一点好不好 今天挺累的 今天等于连续做了6个吧 差不多 对 你高分期一天最记录是多少 最多11个 顾静走路很快 她希望别人 能跟她走的一样快 就这个 收费这还是不行 收费这个孩子 排队呢 对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有心气才能把这学术做好 除了手术门诊 还有很多行政工作 各种学术会议 组织科研 专家下沉 学科下沉 这是咱的特点 那这个呢 就是多学科的团队 顾静不仅对别人要求高 她对自己要求也高 比如每周即便再忙 她都保重 都要打两个小时篮球 你没有好的身体 你上手术 手术时间长了是 而且手术的压力 其实不光是站着的问题 她高度集中 这点还是比较好 我们 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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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1月26日周五 魏晨和孙玉 终于等到了安排手术 魏晨的名字 是因为她清晨六点出生 同样是早晨六点 两个姐妹一起开始了手术前 插胃管的准备工作 但插胃管很难受 让本已经很紧张的小姐妹 更加的紧张 可以广港 都一样 没事 没事 7点22分 手术车来了 我先走了 人退进去了 希望也跟着进去了 魏晨开玩笑说的 打开肚子才能迟到 这真的全靠固静 和众多医生了 从早晨7点半开始 两个家庭都要数着秒过了 跟您说实话 当时发现了她那个 跟我爱人一样样的 发现了以后我就 跟我爱人 我爱人在年前 12月24号走了 帮助她 发现了以后 我真的就觉得 好像天快叹了 成春嫣一人 承受着丈夫离世的消息 到现在 还瞒着家里老人 感谢观看 给他答案 无声的手术室伸缩门 每一个微小的震动 都会让门外家属异常紧张 家属继万分期待 但又极度害怕 下一个叫到的就是自己 我知道我等等 我不能去上厕所 我得等等了 由于要考虑家族性吸肉病 手术一般 以全结肠职肠切除为主 两个年轻的女孩的岁数 加起来还没有固境大 当顾庆打开魏晨的腹腔 肠道壁上的上百个吸肉 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能不能保留肛门 还要看癌变的具体位置 手术已经过半 顾大夫带来的会是好消息吗 卫晨 来你看看 你看看这肠子 对 这个是那个大 这个是乙状结肠的 这是癌变的 你看这都是吸肉 这都要变 将来都会变 现在肛门给它留了这么一点 给它接好了 已经吻合好了 行行行 手术还挺顺利的 那我要不先过去看看 你们先弄这 你分一分 你分没事 两个好朋友 两个好病友 一家手术的尾声 意味着另外一台手术的开始 时间可以排行后 好运可以接力吗 这几点 12点55 几点进行 7点半 你不在吗 累不累 累不累 累是有年 所以 累小黑也不能说这样 因为未接肠是吧 上班 然后这边呢 红接肠呢到哪了 我先从这儿吧 这不是这儿有一个流子好像 这儿九块钱 来 九块钱 下边远端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 我们看一下 我要得打开 因为我必须得看看那个 膝肉在不在 哦 这儿还有一个呢 那不行就把节肠的都都切了 他是一个家族性的膝肉病 这种病人呢 他在30岁是一定会变成癌的 他们两个都算变得比较早的 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确实很残酷 必须得把节肠全都切掉 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当时得这个病了 当时我是在外地里用的 生了一句下 简直就是生了一句下 开始祈祷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宗币什么都不干强 我母亲她就是那个 儿症转移联网了 家里有这个病人 我就求到就是 就怎么说呢 就还是继续坚持的按照呗 按照呗说服啊 薛刚来自山西 孤庆医生三个月前给他妈妈做了手术 这次薛刚和姐姐一起带妈妈来守刚医院做化疗 我当时听见这种 一说癌症就很恐惧 只是想找一个最好的 当时也就是其他地方应该就都 这么大的手术就不敢受 人家说能熟患 我们一下就放心了 要不 没人熟你 要不就想写个歌 进这个胃肠外科 就感觉这个地方竟是面貌不一样 就特别亲切 为了纪念 也为了爱唱歌的妈妈 在一张脚飞单背后的空白 薛刚偷偷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 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唱歌嘛 她经常是我歌曲的第一个听众 有一个人 那个个子 扩张一点啊 有一个人 与你萍水相逢 这里的每隔一生 总是 总是什么呀 脚步从 总是脚步从 不是不是这个是 与你萍水相逢 却为了你的健康 截律又担尽 只为把战胜冰墨的家影 早日传递 看着母亲还能轻声地跟着唱一两句 说明儿子新写的歌 妈妈真的是记住了 歌词还在修改 可要是妈妈的身体 也能被重新写过 那该多好 那该多好 我还能不想和你 跟着你 没事 我还能看着我 我还能看着你 谢谢你 我还能看着你 太好了 我还能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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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精神挺好的 我昨天大概是十一点多钟以后睡的 睡了早上七点 没事坚持坚持好了 好 你也坚持啊 病痛和青春永远是敌人 毕竟青春可以遮掩肉身的脆弱 顾静继续早晨七点到了医院 开始第一台手术 我开始学医 父母都支持 只是老爸说你不要干迷尿 因为老爸是迷尿专业 就是怕我和他一个单位很尴尬 我很崇拜我老爸 他一生为人正直 他是我的灯塔 二十年过去了 我经过努力成了中华学会 中国学会的主委 但那一刻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山西薛刚的歌 在朋友帮助下 就在守刚医院病房里完成了 沐凤起的女儿高考了 她也做了一个决定 报考医学院 总算得单单过去了 能慢慢就好起来 但医学也不是万能的 就算单亲节律 医生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这个夏天 也有人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未成的妈妈微信里 询问我们去西客栈 是否有轮椅 两个女孩 她们要回家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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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